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今天的主題是 新手的懶人包 解答一些新手 有可能想過的一些問題 這一集就是第二集來的 之前都已經拍過一集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第一集 連結會在內容欄那裡 那今集就來 開始了 首先第一條的問題 就是踩公路車 一開始玩公路車 要不要做Fitting 有些人就說一開始 玩公路車就要做Fitting 有些人就說一開始 就不用這麼早就做住 那我的看法就是Fitting 如果你是不做的話就沒什麼 但是你一做就好像 就好像交電話費 這樣持續做下去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因為人體 會隨著你的年紀而變化 又或者是 你的一些日常生活 一些運動 你的肌肉 柔軟度都會改變 那你做完一次Fitting之後 你的肌肉各方面都有可能會變了 如果變了的話 就要再重新再做Fitting 所以我為什麼說 好像交電話費 就是這樣解釋 Fitting 就可能是 很久就做一次 然後再看看一個新手 剛剛開始玩公路車 一個沒玩過公路車的人 初初接觸公路車 其實身體變化是很大的 就好像一隻online game 那你玩一隻online game 初初升是升得最快的 你可能玩一個小時 已經由1升到20 20升都不出奇 然後20升之後 每1升都很難升 踩公路車都是同樣的道理 初初一開始玩公路車 其實都真的變化 變得很大 然後慢慢習慣了 踩了一段時間就會穩定下來 所以一開始 當一個沒有玩公路車的新手 一買了公路車 立即做Fitting Fitting 是有機會很快就不適合他了 因為一個新手 他沒有玩公路車 他買了公路車 立即做Fitting 然後過了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 就會有一些 這是針對公路車 醫含運動的一些肌肉 多了一些肌肉 從軟度各方面 又會改變了 所以一開始 一個新手 做Fitting 都要考慮這些事情 一開始做完Fitting 是有機會很快就不適合你了 不過做完Fitting 就有效地 可以令到你避免 避免有這個運動的傷害 Fitting 是有分專業款 又或者一些基礎款 簡單來說 即是貴一點和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便宜少些東西 貴一點便宜多些東西 當然 Fitting 要適合 都要一開始買公路車 是買對的大小 其實買對大小之後 自己都可以上網搜尋一些資料 盡量調整一個適合自己的駕駛倉 一個坐墊的高度 如果是不做Fitting 做Fitting 一開始 如果是要做 就不一定要做最專業的那些 可以做一些基礎款 避免一些運動的傷害 但是就有機會很快就 Fitting 就有機會是不適合你 所以一個新手 應不應該做Fitting 就要自己想 好了 公路車的問題 第二條的問題 就是 踩公路車 應不應該裝腳架呢? 可不可以裝腳架這樣呢? 其實公路車 裝腳架的人 是比較少的 大部分的人 都是不會裝腳架的 這麼嚴重神 out 我想踩開公路車都想 這架開公路車 輕輕量少一點 再輕量花一點 這樣子 協作腳架就會 prick 弄到駕駛重了 不但只是這樣 還有機會那些車架掛起 所以大部分人 都不會裝停車架 在公路車上 計算要停車架 說到的停車架 讓我想起一件事情 我不是有輛賽纜車的 那輛賽纜車後面有個停車架 之前是有個停車架 現在被我拆了 那輛車有一次我踩踩一下的時候 我就踩了 然後我的腳夾在停車架和地面之間 狂磨出去 馬上要煞車停地 放在停車架上 麻煩 不過停車架都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有些人覺得在公路車上 小小過停車架沒有問題 都會吊裝 吊裝的話其實都是沒有問題的 今天好曬好熱 好了第三條的問題 公路車有分爬波架和空氣力學架 我選擇哪一款呢 其實有不少的新手 在一開始選擇一輛公路車的時候 都會看到 爬波架有爬波這兩個字 空氣力學破風 那是不是代表 空氣力學爬波的時候會辛苦很多呢 因為爬波架有爬波這兩個字 即是代表爬波就輕鬆很多 空氣力學就好像 平地的時候會快一點 那究竟 前面好像有很多水 對 有些水 那有些新手就會想 那我究竟選擇爬波的車架好 還是空氣力學的車架會比較好呢 我又想爬波 但是我看到空氣力學的車架很帥氣 爬波的車架就好像不太適合我 但是我又喜歡爬波就可能會有這些想法 那當一個新手去選一輛公路車 無論是選擇爬波款也好 還是空氣力學款也好 我覺得最主要都是看什麼呢 就是看樣子 其實一開始沒有開公路車去選爬波款 或者是空氣力學款的單車 踩出來的差異 會不會分得出很大呢 分別其實可能真的只有很少 所以剛剛開始踩公路車 我覺得看樣子就很足夠了 接下來是第四條的問題 我的體重很重 適不適合踩公路車好呢 這個問題是有觀眾問過我的 其實公路車無論是車架也好 還是對輛車也好 其實是有一個限重在這裡 當然有一些會零射飆來給你 所以只要不要超過限重就沒有問題了 那這個限重是多少 就要看看是什麼車架和什麼連接 例如說有一些連接 它會標記了不可以重過100kg 其實就是你80多kg 就這樣踩都沒有什麼問題 有不少的車手 都看重都偏向重一點 例如說80多kg 這樣踩公路車 其實見它們踩都沒有什麼問題 都是踩得很開心的 所以踩公路車 看重的話都可以踩公路車 只要不要說真的重得太過誇張 超過100kg的話就可能會有少少危險 因為看重越重的話 就會令到對輛車架 這個我想出來的 又可能會加速壽命的消耗 因為重量越高 對輛車和輛輛的負荷就會越大 所以有些人我聽過 有些重一點的車手 踩碳輛抽車的時候 是試過抽爆對輛輛的 還有地上 如果前面的地上 可能有些樹根伸出來 又或者省冷的話 最好就射一射力 如果不射力的話 體重加上速度這樣撞下去 輛輛很容易就會有偏擺 感覺到輛輛好像… 咦?為什麼? 好像有點硬 剛好輛輛輛的負荷 又負荷不到那麼大 沒有那麼硬 就有機會慢慢出現少少偏擺 看重重的話 都是可以踩公路車的 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看重是比較重的車手 都不需要擔心 哇…陽光普照啊 第五條的問題 第五條的問題就是 踩公路車 好不可以背包嗎? 有些剛剛加入公路車的新手 就可能看到 咦?為什麼踩公路車的人 都好像不背包 東西其實放在哪裡呢? 我想踩公路車的人 如果有穿緊身衣的話 那些東西就會放在背部 其實那件緊身衣服 單車衣服 背部多數都有三個袋 那三個袋可以讓你放紙巾 鎖匙 另一個方法就是 買一些袋 放在單車上 例如坐墊袋 放在坐墊下面的 又或者是上管的袋 放在這條管的上面 又或者是旁邊 不過旁邊就可能會磨到腳 多數是放在上面 又或者下面 除非說真的 哇…要踩得很遠很遠 又或者是 有些很大型的東西 需要帶 那就背書包 其實公路車 都可以背著大袋 到處去 都沒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自己踩上來 是舒服和開心 如果在看這段影片的 你是打算玩公路車 又或者是 剛剛買了公路車的話 就希望可以… 就希望可以幫到你們玩得開心 那今天這段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又下條片再見了 下次見